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待接之谜》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幽灵船的最后航行 玛丽·塞勒斯特号之谜 2.无人的航海 解开海上幽灵船的秘密 3.海洋的寂静 玛丽·塞勒斯特号的终极命运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幽灵船的最后航行 玛丽·塞勒斯特号之谜 当然,关于玛丽·塞勒斯特号 Mary Celeste的故事 这是一段海洋历史中的永恒之谜 它的神秘色彩比海里的盐分还要浓厚 这艘美国商船在1872年11月7日 从纽约出发 前往意大利热纳亚 满载着一船的工业酒精 然而,这艘船的最终命运 却成了海洋史上最令人费解的谜团之一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这个故事的精彩片段 想象一下,1872年12月4日 一艘名为德格拉蒂亚号 De Gracia的船在大西洋上航行 它的船员们发现了一艘漂浮的幽灵船 玛丽·塞勒斯特号 这艘船的翻半挂着 看起来像是在经历了一场 酒精狂欢后的宿醉状态 但是,当德格拉蒂亚号的船员 登上玛丽·塞勒斯特号时 他们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场景 船上空无一人 是的,您没听错 船上的人全部消失了 包括船长,他的家人以及船员们 他们留下了一切日常用品 甚至连船长的日志本都摊开在桌上 仿佛他们刚刚还在记录航行日志 但是,他们去哪了呢? 难道是被外星人绑架了? 或者是海外的午餐? 或者是他们决定一起去做隐形人的实验? 好吧,虽然这些理论听起来很有趣 但事实可能要平淡得多 有人猜测 可能是船上的工业酒精泄漏 产生了蒸汽 船员们担心会发生爆炸 所以匆忙登上救生艇逃离 但是,为什么他们没有留下任何求救信号呢? 又或者是,他们遇到了海盗 但海盗通常会带走贵重物品 而玛丽、塞勒斯特号上的一切都完好无损 至今,玛丽、塞勒斯特号的谜团仍然没有解开 这艘船的最后航行成了无数小说 电影和纪录片的灵感来源 它提醒我们 即使在现代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 大海仍然保留着它的秘密 等待着勇敢的探险家去揭开 而对于我们这些坐在安全的教室里的人来说 这个故事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谜题 让我们的想象力得以驰骋在无边的海洋上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无人的航海 解开海上幽灵船的秘密 各位海洋冒险爱好者 神秘现象追踪者 以及对于海上故事稍有兴趣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让人激兴奋 又毛骨悚然的话题 海上幽灵船 首先让我们澄清一下 所谓的幽灵船 并不是指那些在万圣节装饰用的小船模型 也不是指那些在电影《加勒比海盗》中 由亡灵船员驾驶的飞翔的荷兰人号 不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那些真实存在的 无人驾驶 在海上飘荡的船只 幽灵船的故事远远流长 从古老的传说到现代的新闻报道 这些船只似乎总是能找到方法 在没有活人的情况下航行 有趣的是 这些船只通常都有一个共同点 它们的船员不是神秘失踪 就是在某种不幸的事件中丧生 留下船只在海上孤独漂泊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 玛丽·塞莱斯特号 Mary Celeste 这艘商船在1872年被发现时 船上的一切看似正常 但船员和乘客却无影无踪 食物和供给充足 个人物品整齐的放置 甚至连船长的桌上 都有一杯还没喝完的茶 这艘船就像是被人匆忙一气 但为何一气却无人知晓 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幽灵船上的船员真的是幽灵 那么他们的日常生活 可能会是怎样的呢 也许他们会举行无尽的船员会议 讨论如何更有效地 吓唬掉落到船上的海鸟 或者如何在没有风的情况下 让船只继续航行 或者他们可能会举行 一年一度的最佳幽灵船装扮大赛 评选出最能引起航海者恐慌的船只 当然 现实中的幽灵船并不是由幽灵驾驶的 他们的存在 通常可以用科学来解释 例如 有时是由于恶劣天气 导致船员紧急撤离 有时可能是海盗行为 或者犯罪活动的结果 在现代 先进的通讯和定位技术 使得幽灵船的出现变得更加罕见 但并没有完全消失 总之 无人的航海和海上幽灵船的故事 无意为我们的海洋探险史 增添了一抹神秘色彩 他们提醒我们 海洋仍然是一个充满未知和惊奇的地方 即使在我们这个科技日益发达的时代 所以 下次当你在海边散步时 不妨多留心海面上 也许你会成为下一个目击幽灵船的幸运 或者至少 你可以享受一场 惊心动魄的想象之旅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海洋的寂静 玛丽 塞勒斯特号的终极命运 各位同好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海洋历史上的悬案 也是一段让人毛骨悚然的海洋传说 玛丽 塞勒斯特号的故事 这艘船的最终命运 就像是大海中的一滴水 神秘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玛丽 塞勒斯特号 原名亚马逊号 是一艘在1861年下水的美国商船 它的故事 就像是海洋版的百慕大三角 充满了诡异和未解之谜 1872年11月7日 这艘船从纽约出发 满载着工业酒精 准备前往意大利热纳亚 然而 一个月后 玛丽 塞勒斯特号在大西洋上 被另一艘船发现 船上却空无一人 现在 让我们来揭开这个谜团的几层面纱 首先 船上的一切 看起来都很正常 除了人都不见了 食物和供给充足 个人物品整齐的放置 连船长的桌上 都还有一杯没喝完的茶 这不禁让人想象 是不是船员们在享受下午茶时 突然被外星人绑架了 接下来 我们来谈谈那些流传甚广的猜测 有人说 可能是海盗劫持 但船上的贵重物品都未被动过 连一桶酒精都没少 有人猜测 是遇到了海怪 但船体完好 没有任何战斗的痕迹 还有人认为 可能是船员滑变 但留下的日志 显示一切正常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有内部冲突 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些 更为合理的解释 比如 可能是遇到了一个巨大的海啸 迫使船员紧急撤离 或者是船上的工业酒精泄漏 产生了可燃气体 船员们担心爆炸 所以匆忙逃生 但这些都是猜测 没有确凿的证据 最终 玛丽 塞勒斯特号的谜团 仍然没有解开 这艘船 就像是海洋中的幽灵船 留下了一个永远的悬案 它的故事 在海洋历史上 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成为了无数作家 和艺术家灵感的源泉 而我们 作为后来者 只能在历史的海洋中 像是寻找一颗沉默的宝石 试图揭开这个百年谜团的真相 不过 说到底 也许有些谜团 就是注定要永远悬而未决 为我们的世界 增添一抹神秘的色彩 玛丽 塞勒斯特号的终极命运 或许只有大海自己知道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 玛丽 塞勒斯特号的最后航行之谜 这个故事充满了神秘和惊险 让我们想象力 得以在海洋中驰骋 我们回顾了玛丽 塞勒斯特号被发现时的震撼场景 船上空无一人 却一切都井然有序 然后 我们探讨了各种可能的解释 从外星绑架到海外午餐 从工业酒精泄露到海盗劫持 最后 我们意识到 这个谜团可能永远无法解开 成为了海洋历史上的一个永恒之谜 不管是什么原因 玛丽 塞勒斯特号的故事提醒着我们 即使在现代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 大海仍然保留着它的秘密 等待着勇敢的探险家去揭开 而对于我们这些 坐在安全的教室里的人来说 这个故事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谜题 让我们的想象力 得以驰骋在无边的海洋上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有什么关于玛丽 塞勒斯特号的猜测吗 或者 你们还有其他关于幽灵船的故事吗 请在评论中分享 我期待着与你们的互动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保持好奇心 继续探索这个神秘的世界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